香港的學界和藝術界發起了 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畫 他們要保留香港戰爭運動裡面 學生和民眾在街頭的各種藝術創作 包括了裝置塗鴉 還有用雨傘創作的設計 藝術家說抗爭現場的作品都是藝術 而且要搶在清場前保存下來 各色雨傘聚集成塔 底下還有人偶撐傘的裝置藝術 這些都是香港戰爭運動 以雨傘發想出來的藝術作品 香港戰爭運動到2014 十月底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月 香港學界和藝術界發起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畫 紀錄和研究這場群眾運動 用木板拼組而成的人物手舉雨傘向外撐 天橋上學生也繼續用雨傘創作出新的作品 轉動水龍頭洗腦 創意設計的路標格外諷刺 還有帳篷區從裝置到文字還有摺紙的創作 都展現出群眾的創意和空間實踐 香港這個庫存計畫取乏美國和西班牙相似的計畫 希望在警方強力清場之前盡全力把重要的作品保留下來 再來